其实在刚刚微量的我们看到在下半年 其实半导体产业还是有机会受到AI的一个拉抬 不过现在华尔街日报也报导说 Google跟多家的一个医院合作 他们退出比一般的聊天机器人 更擅长可以回答相关医疗问题的一个AI工具 叫做MedPunk2 那么特别针对医疗保健领域 来进行一个开发 而且它可以执行会诊医疗文件 整理大量的健康数据等等 甚至在医疗保健的领域 它可以比这个Bartile Chat GPT以及病AI等聊天机器人 是更加的一个好用 所以我们要请教张博士 如果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话 有可能会取代医生的角色吗 好 因为其实以目前现在来看 其实是还没有办法 但是基本上它现在一定还是辅助医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Palm2的部分 其实它Palm2是第二代 它为什么可以达到专家等级 它其实就是一直重复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我们先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训练的模型 Palm2它其实是Google的 新的一代的模型 它基本上来讲 它有非常强大的推理能力 还有写程式的能力 所以它其实这个 这个是它规格的部分 有3400亿个参数 然后3.6万亿个Token 也就是说它可以生成的字距 总共有3.6万亿个 所以其实可以想象 它其实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模型 就3.6兆 对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它其实这个Palm2 我们如果像Google 其实用Palm2来训练一个 通用型的机器人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BAR 那如果我今天把它针对 是所谓for医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来做一个专门的训练 我们把它想象成 这个Palm2这个模型 我把它拿来 跟你一般的对话聊天的 这个我们生成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就是我所谓的BAR 那如果今天把它拿来做 所谓医疗用途的这个部分 这个模型我们就叫 那个Palm2 那它的这个 这个生成的这个背景 基本上就是由医生 或者是这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人 有医学背景的团队 对 来训练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它从小生长的环境 就是一个医疗的一个 医生世家这样子训练教他的 所以它当然在这个领域上来讲 就会当然相对比较突出 对 那我们来讲 它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 大家比较常喜欢拿来比较 可能是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 最早的这个第一代的部分 大概只有67 68分 到了第二代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这个85分 的这样的一个等级 一般来讲是60分是及格 对 所以它已经到85分 很不错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它可以达到专家的等级 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些缺点 这个缺点来讲就是我们想的 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像它我们刚刚所提到说 目前不可避免所谓这种语言模型 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候回答的错误 在推理能力上来讲 或者是在回答的这个 资料正确性上来讲 有时候会有错误的现象 这个如果先 有些观众朋友有去测试过 或这种的聊天机器人 你就会发现 其实大家很常讲一句话就是 聊天机器人就是一本正经 但是说的是胡说八道 因为它其实这个有时候 它找不到这个资料的正确性 它有时候自己生成的内容 就不见得是对的 所以Mapunk 2就不会有 这样的一个问题 正常跟我们聊天罢 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我可能觉得错误 这个是有时候是开开玩笑 或者是没有影响到这个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医疗上来讲 万一它出来的资料 是错误的资讯的时候 这个可能影响到人民 所以其实即使是Google 现在也都讲说 这个是目前现在早期的 开发阶段而已 但是目标都是希望能够辅助医生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假设这样的一个模型 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 假设说我有一个酒渣鼻 我今天要怎么避免吃哪些食物 才可以来就是对于我这个病来讲 能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是标准医生的说法 标准医生的回答 这个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回答 那其实在整体的训练来看 其实它绝大多数都是打勾的 都是跟医生的回答是match的 里面有提到医生讲到的一些东西 你要避免的食物 它里面其实也有讲到 这里也有讲到 所以来讲这是 以后可以透过这个聊天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来告诉 得到这个正确的这个医疗上的知识 其实回答很像 像是辣的食物不要吃 酒精类的 其实这个都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 医生上的说法 也是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所以他在某个程度上来讲 为什么可以考这么高分 然后让大家评断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像跟真的医生给我们的答案 好像都还蛮接近的 Google他也告诉我们说 甚至他希望未来可以是这个样子 假设我们拍了一张X光的这样的一个片子 他也可以帮忙做分析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去拍X光 那可能要再下一次 可能再重复再预约下一次 对 然后再去第二次 然后再请医生来帮我们判读 那这是因为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以及这个有限 那所以这个透过 现在透过这个AI的这个部分 来协助医生 那以后我们可能就丢一张这个X光的片子上去 请他帮我们分析这个X光的照片 他就自动告诉我们说 不错 我们现在的你的这个肺部的这个部分的情况 现在非常的正常 然后非常的健康 那这个来讲 这是他所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情况 好 不过我们说到 以后是不是他的应用面可以更广 甚至有一些大家可能原本觉得比较难去医治的病 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做医治 是 他其实像现在AI应用在一些医疗上的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我们先前有介绍过 就是有些包括说脑中风的病患 或者是一些包括CT电脑断层扫描的这些片子 其实基本上来讲都可以透过AI来协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来辅助医生 那现在来讲 其实包括像Microsoft微软 他基本上来讲 也跟英国的这个国家 这个医疗服务体系合作 然后他来做什么事情 缩短这个癌症病患等待的时间 因为癌症病患它需要要照X光 但是问题是我要照 要照哪里 这个时候要由医生来做判断 原来医生判断的时间 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 那现在透过AI先做初步的一个判断 来协助医生来减少这个缩短的时间 然后我整个扫描的速度 就可以等效的提升 而且现在目前测试的一个 因为这个已经实际上在医院上 已经有跟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计划 目前出来的这个准确率 有高达九成以上 准确率很高 所以现在很多是医生 其实就是做最后的把关者 AI告诉他这件事情之后 医生看一下没有错 OK 他就直接可以来执行 基本上现在的概念 都还是辅助医生的角色 刚刚张博士带我们看到 AI的应用可以说越来越广了 但目前对医生来讲 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辅助的角色 不过OECD现在也说 的确有一些工作 接下来是会被AI给取代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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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